大家好,我是Stan 一位去日本背包旅行的20多岁韩国男子 因为已经51天多都没有联络 而引起了日韩两国的争议 今年5月 以观光签证进入日本大阪的1996年生 是在调换工作前踏上的背包旅游 本来预计是一个月的旅游 只是弟弟说可能时间会再长一点 但是5月9号入境大阪的Yunsej 在6月8号与姐姐发送短信后的第二天开始 就失去了踪影 短信内容也是跟平常一样 只是问候并没有特别提到什么内容 我问了弟弟的朋友们 结果发现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联络的人 最后确然到Yunsej行踪的地方 是宿舍附近的Wakayama-ken 而收到失踪报案的日本当地警察 于上个月16号就转为公开调查 也派出直升机展开搜索了 接着韩国警方也展开调查 追踪了他的信用卡使用记录 但仍未找到他的下落 失去联系已经51天了 因为连他的生死都不知道 所以家人们都感到非常焦虑 希望他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旅游时间变长了 只是没有联系而已 只希望就算晚点也能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一定要记住在怎么安全的国家 也会有犯罪者不安全的地方 48天以上没有联络 在现在这个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可能不是因为犯罪 而是侮辱日本某个偏远乡村地区 可能在水中溺亡 或者在山中筋疲力尽而死 而且如果在日本乡村地区受伤 可能有些地方没有信号 无法透过手机求救 如果他还活着 怎么样也会发现到一点痕迹 但51天没有任何踪影 而是完全失联的状态 可能应该已经因某种原因死亡了 又不是去了旅游禁止的国家 也不是去了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安全的地区 怎么会失踪了呢 希望能安全回来 不管哪一个国家 一个人去旅游是很危险的 不是说一定会遇到犯罪 只是可能会发生身不由己的情况 真心希望能安全无事 失踪的Yuzejun 是1996年出生的27岁男性 身高175米 右脸颊有一个小疤痕 虽然大部分看影片的大家都不是住在日本 但是相信还是会有奇迹 如果正在日本旅游有目击到Yuzejun 知道他下落的人 请告诉我 希望Yuzejun能早日回到家人的身边